哈喽大家好,我是细看海贼大旺,海贼1035话来了 紧接上一话,山智一顿爆裂飞踢,击飞奎,给牙牙都打没了 小飞蛋一样的身躯飞出了到外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高空坠落的奎鹰就要出意外了 而一套输出之后,山智略显疲惫,却依旧面目猙獰 吓坏了的小冉一时雨色,不住颤抖又慌忙想起来 哎, why is my house? 山智却从自己的衣服内掏出这个小家伙 小冉一看直呼感谢,而山智面带微笑 他是个拖后腿大,还他喵的,给老鼠做饭 哎,这个细节的深层含义啊,我们上一话解析过了 现在微谈来响应啊,真的感觉非常nice 所以啊,强烈建议没看的兄弟啊,去瞅一眼 接着山智关心起小冉的伤口,可话还没说完就倒了下去 小冉慌忙拨打了120,求急救 那么到此为止,此处的胜者正是山智 接着画面来到索龙和金这边 黑山之下索龙再次砍中金,不仅雪叶飞剑面具也彻底崩碎 一击之后索龙明白了,这次背后有火是高防御,没火是高速度啊 这似乎不可兼得呀 而金一想你他妈拼我面具是吧 便自己严肃的扯了下来,露出了真面目 好家伙啊,原来king就是金,金就是king 索龙见了也是一惊了,地上的杂兵却来作死 说什么黑吃白发喝皮肤啊 这消息要是告诉世界政府立马能拿一个小目标 而金也发觉自己被人发现了 嘴上虽然依旧是吊吊吊 但手上立即火焰绕刀一发火龙黄灭了口 而另一侧索龙跳上屋顶刷 你平时咋不好好对待部下呢 你一分心的话,我这边可咋整啊 而金仰头看向索龙依旧叼叼叼 还有啊,这侧脸呢也太哇塞了 接着索龙继续问你到底是什么种族告密信息 就值一个亿,金一听原地变成一龙恶狠狠的说 你已是将死之人,知道这么多又如何 于是瞬间弹射其步如战斗机般射出无数炮弹 战场由此也转回到室内 索龙奋力抵挡着火焰飞弹 而近几招金身攻击后又突然一个华丽转身变回了人形 索龙也落到了地面之上 呼呼喘着粗气说呀,时间快到了 再拖延的话,这刀或许要夺走我的生命力了 而金也说我也感觉那我也很危险呢 索龙则再次摆出架势 默默琢磨着管你什么特殊一族与我无瓜 不过那个位子你们已经待太久了 差不多该嚷出来了 话音刚落,索龙用出崭新技能啊 阎王三刀流 而金一听反不当,你别得意忘形了 凯多先生才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那么不如我们所料,金的一小段悔意展开 当年呢,凯多见到实验小白鼠金 说你是世界政府 怎么都不肯放手的路纳利亚一族吧 你小子的耐久实验 我看了,现在我要出去创建新的海贼团 你要怎么样吗 诶,这算是凯多发出的邀请吧 而金虽然从小就爱叼叼叼啊 但此时被绑着他呀 还是抬头问,你能改变世界吗 凯多做事,嘿瞧你这话说的 Tender the world的非我莫属 紧接着,PH到五号研究所发出警报 而凯多与少年早已逃出 凯多还得知他的真名叫阿尔贝尔 又说你小子很强啊 可以自称King啊 我也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人的 好家伙啊,消除了金的种族恐惧 凯多也get了他的头号 扑克白手下老K 自此啊,金变成了凯多的左膀右臂 那么一段回忆结束 索隆的阎王三刀流 炼狱归战早已袭来 金凭借翅膀腾空躲开 索隆见到这次的火在熊熊燃烧 想来此时攻击是没用的 而进飞身的同时也用出了火龙皇 索隆飞身躲避 还不忘感叹这火焰好似眼将温度也忒高了 而他来不及过多思索 进的连击火焰斩再次袭来 索隆只得于半空中三刀防御 而金的刀再次变为锯齿撞掉夺走武器 索隆一看黑这死顾忌充施啊 便是浑身上下一叫力 表示明刀可不能给你啊 于是书到黑战瞬间爆发 二人在半空中崩裂开来 索隆一阵翻滚平稳落地 但是金的攻击可还没完 速度之快竟然消失不见 索隆便想起速度防御不可兼得 而就是这煞时间锦衣一脚飞踢 正中索隆脸庞 同时索隆挥动霸王色鬼侧 一招恶钢鸟稳切敌人中线 血液飞溅 而自己也被飞踢踹的直打滚 那么一回合后攻守之势一眼 轮到索隆主动发起攻击 劲则连连招架还说 你好像摸清了我的身体特点呢 索隆便说那笔鱼的嘛 我已经看到你的败败了 而又一波斩机之下 索隆再嘲讽道 为什么挡了下来 此时应该没有效果呀 还是说你在害怕我的斩机 好家伙 此时的索隆在物理心理双层面 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金飞上天空 依旧嘴硬说 作为生物你是赢不了我的 索隆一听表示 老子最讨厌这种边界了 金又说你是个气势 不错的见识 但还是留在记忆里吧 而索隆也不想在嘴上吃亏 反击道 是我要记住你呀 你的性命到此为止了 那么二人一顿嘴炮之后 金在板空之中涌出大招 御守火龙皇 好家伙一条巨大的火焰 炎将龙扑面而来 索隆定睛一看 瞬间三刀黑闪拉斯 飞身跃起 喊道炎王三刀龙 一百三情 一击之下 巨龙碎成数块 而索隆也直逼 金的面门来不及 闪躲的进 惨被看中 翅膀与刀进 且锻炼一时间鲜血飞剑 那么这一集可以说 复刻了龙马的传说 展露了河国上空的天空飞龙 正所谓九山八海 无我不破者 随后本化完 那么一年前 我们推理猜测过 金的月亮种族 但当时关于大天狗等的人 是近这点 我大概只有20%的把握 而现在他的真容暴露 我感觉起码得50%了 而且呀 二代鬼侧也可能会是近的 所以呀 明后天我们好好分析一波 推测下他的具体身份 那么我要去刷完了 我们下期见 咕咚白